我们终于踏上了意大利之旅 在短短时间里面 我们马步停蹄地游览了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和米兰四个城市 我们会用四期来分别介绍这次的旅程 这一期是我们的第一站 永恒之城 罗马 俗话说 条条大道通罗马 我们通往罗马的大道 是从芝加哥开始 由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飞到罗马 刚下飞机就能感受到意大利的艺术 从机场到酒店 要先坐火车 到地铁主要中转站 特米尼 然后再坐两段路 就到斯巴哥那 我们这次在罗马住的酒店 就是在著名的西班牙台阶府 这是我们的酒店 我们刚刚去了酒店 酒店还没有房间还没有ready 所以我们先出来看一看 意想不到的是 罗马的十月份依然游客如知 西班牙台阶还好些 许愿池就是里三层外三层 到了万神殿就是夸张级别 排队的人已经绕了房间圈了 我们根本不敢斗力 计划明天长得人在 好在在许愿池附近 有一个比较冷门的打卡好地方 叫Galleria Sierra 基本没有什么人 接着走到纳沃纳广场 这里有三个分泉 最有名的是四合分泉 由大艺术家齐安贝尼尼设计 1651年来称 四合分泉的四个大理石人像 代表着当时文艺复兴时代 地理学家形容四大洲的四条大河 非洲的尼罗河 亚洲的恒河 欧洲的多瑙河 和美洲的拉扎拉扎河 广场上的艺人在笑 从广场离开 我们打不到回复 路上在街边的Pita店吃第一顿晚餐 这里的Pita是安重量吗 色香味俱全 再配上本地的啤酒 算是给第一天画上了一个不错的句号 当然在回酒店的路上 也少不了欣赏意大利艺术珍宝 有了第一天的经验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出门了 今天的重头戏是斗术厂 古罗马广场和帕拉底尼山 我们买的门票是上午11点的 在去之前正好把昨天没看到的 或者没玩好的景点再走一遍 现在是早上7点15分 我们昨天刚来的时候 白天就有很多很多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所以我们决定今天一大早就去 或许那边都没有太多的人 我们是要去学习 太多人了 还有西班牙的 哦 终于人很少 连那个 南宁街那个摊都还没有出来了 看着 花店还是 不是走到这 不是 还是迟到了 哦 这跟竹调 昨天白天明显不一样 人也少一凉嘛 怎么说这个 Banage Stent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没有那么宽 在西班牙台阶下面 先看到的是一个 巴洛克风格的喷泉 叫漏水喷泉 是1629年 由贝尼尼父子设计完成 传说呢 在1598年圣诞节的时候 罗马发大水 大家都要靠划船在城里走动 大水退了以后呢 在这个广场上留下了一艘船 所以贝尼尼就如此有了 领导 从漏船喷泉仰视 就是西班牙台阶 1723年前后 由法国提出建议 并出资意大利建筑师 Francisco Didentis设计 之所以叫西班牙台阶 是因为西班牙大使馆 就在台阶下面的广场上 显然也没有人理会 出钱投资的法国大佬的感受 从西班牙台阶下来 再走去许愿池 这里果然比昨天下午人少了很多 似乎在许愿池扔几次硬币 用哪个手扔都有讲究 不过我们也就胡乱扔了 我们刚刚已经在许愿池扔过了 现在坐在这样歇一会儿 昨天这里面人人根本就进不来 是不是 不要再坐了 今天早上先早上7点、4点、3点 就集会一集 也就很多人了 离开许愿池就是早餐时间了 我们特意避开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选了一家针对本地人的咖啡店 在罗马本地人多是站在柜台边 喝咖啡和吃早餐的 这样吃呢 价钱还比坐在外面吃的便宜 吃好了早饭 我们又到了万神殿 这里顺带插一句 罗马有很多地方都有可以饮用的自来水 你只要带上一个自己能喝水的瓶子就可以了 万神殿有着1400年的历史 从外面看并不是非常惊艳 但里边的穹顶 绝对是在人类建筑史上最具有影响的 佛罗伦萨的百花大教堂 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 甚至是美国的国会大厦的穹顶 都是参考了万神殿的设计的 万神殿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文艺复兴三巨匠之一 拉斐尔就是站在这里的 拉斐尔在当时被誉为可以用画笔捕捉大自然 他的墓碑上是这么写的 这里安息着拉斐尔 在他生前大自然害怕被他超越 在他死后大自然害怕他也会随之逝去 离开万神殿我们接着前往斗售场 在路上我们又经过了卡比托尔山 这个山是罗马七大山丘之一 这个台阶和上面的广场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这里的博物馆里有著名的母狼 喂养两个小孩的铜像 也就是罗马起源的故事 但是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没有去了 在广场后面 可以看到山下的古罗马广场 下了山接着向斗售场前进 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古罗马废墟 还有罗马的雨伞松树 很快就看到斗售场了 游客超多 好在事先网上买了票 直接进场 刚进场的时候游客还是挺多挺挤的 但是到了里面慢慢大家都走开了 也就好了不少 是的 我们赶上两次了 可别这样的话 还有manageable 斗售场是罗马的标志性建筑 公元80年建成 可容纳5万到8万观众 这个体育场呢 188米长 大致呢 有两个珠球场那么长 156米宽 四层看台 在古罗马呢 这观众是根据他们的社会阶层来定座位的 最底界一层也就是直接面对竞技场的 是给皇帝和政府官员的 第二层呢 是其他贵族和骑士 第三层是普通老百姓 第四层最高的一层是女观众 在竞技场的地下部分就像是演出后台一样 决斗士啊 动物啊 犯人啊 和各种设备 都是在这里等候出场 从斗售场出来 我们选择先去帕拉蒂尼山 这是古罗马年代皇帝和贵族居住的好歹区 本来以为没有什么可看都是废墟 没想到里面豪大 随便走走看看就很容易花一两个小时 但是我们现在人家大豪在里边了 是吧 是吧 虽然现在都没有屋顶了 但是还是好吃 这可能是外面羊排什么 要我肯定点外面羊排 对 不是 不是 那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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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带的桌子也要封下来 下面 大门都不都是 这个回去就是这样的 以前不是那个门 也不是这个欧空的 这个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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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着帕拉蒂尼山下来 就直接进到了古罗马广场 进口处的Titus拱门是不是很眼熟 后面巴黎的凯旋门就是参考它而建的 古罗马广场是帝国时代政治宗教和生活中心 这里有议会大楼 有各种共神四殿 还有律师事务所 我们在出来之前还专门看了HBO的美剧《罗马》 所以还是很期待建设一下凯撒打圣仗回朝庆典的地方 也不认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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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8点钟 在博物馆和导游会合 因为西斯廷教堂不允许大声喧哗 也不能拍照 所以导游出发前先给我们讲解了一下 西斯廷教堂屋顶米太朗基罗的壁画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博物馆大致分两个部分 前面一部分是各种雕塑展出 后面一部分是各个房间里 包括各人教皇的办公室 图书馆里面的壁画 这里的艺术品真的是狠占 但就和卢浮宫一样艺术品太多 时间太少 真是没办法细细欣赏 在离开国务馆之前 要经过著名的梵蒂冈旋转楼梯 这两个是梵蒂冈著名的穿着花里胡哨 一脸正经的瑞士围兵 出了博物馆 我们顺着围墙走到圣别的广场 今天是星期三 每周三上午 教皇都会在这里简短的讲话 所以广场上还留着好多音 圣彼得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罗马天主教教堂 各位艺术大师包括米开朗基罗 伯尼尼拉菲尔都有参与设计 今天很巧正好赶上绿衣牧师再步道 无论你信不信教这种氛围 还是很震撼 离开教堂之前 再接点圣水 回酒店稍事休息后 总是还要再文艺一把 罗马假日里 格雷高利派克演的那个记者 Joe Bradley 住的公寓就在西班牙台阶附近 一定要去看一看 这里面某一个公寓就是格雷高利派克承接住的地方 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就是这里面了 而当年这个公主在这里面 多过了难忘的意外 罗马的两天半的旅程就这样结束了 下一站文艺复兴之都 佛洛伦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